今天 我们就来个了断 我们一了百了 以后谁也不欠谁 谁也不欠谁 怕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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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啊 即使我舅舅没有犯罪 即使他没有证据落在你手里 你还是会有其他方法对付我的 你还是会想尽一切方法的是吧 什么意思 刚才我在街上走着 我不知道要去哪儿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 我走到了那家餐厅 那家我们认识的餐厅 我们进门再说吧 别告诉我 在我到那家餐厅打工之前 你就已经是那里的老顾客了 你不是因为我才去那家餐厅的 是我自己运气不好 在哪儿打工不好 叫你遇上我 但是 即使我不去那家餐厅打工 你也会上天入地地 把我给找出来的是不是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是来报仇的是不是 十年前 我爸因为五十万出卖了你爸 害死了你爸 害你们家几乎破产 害你把自己卖给牧师 你是来报仇的是不是 谁告诉你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说呀 是不是 黄大姐 黄大姐 你别建议 你走开 是不是 你说呀 你跟我说呀 你冷静点 我不是要冷静 我是要狠心 你冷静点 我刚才狠心一点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童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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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 童小姐怎么了 你上去看看 好 一定很痛是不是 别碰我 别碰我 莫先生 您的衣服脏了 不如先去换件衣服吧 老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是 好 你 不是 这不 我 你 你知道那样 是谁 是谁告诉她的 是谁 老板 怎么会血啊 莫先生 莫先生打了她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刚才我听了 也被吓着了 莫先生没有否认 不过 脸色也变了 就问了佟小姐一句 是谁告诉她 那就是真的了 这究竟是谁欠了谁呀 这也轮不到我们管了 这 我就给她泡杯深茶 你看着点啊 丁老家 我进去不方便 我就在这守着吧 你快点回来 好 我一直以为你是禽兽 你是魔鬼 但是作为丑人的女儿 你一直对我还不错 你是想利用仇恨 把自己变成一个可怕的人 但是你做不到 因为你就不是这样的人 你是想报仇 但是你下不了手 三年了 你下不了手了是不是 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现在就杀了你 怕了没有 洛先生 洛先生 你要冷静啊 千万不能这样啊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 今天 我们就来个了断 我们一了百了 以后谁也不欠谁 谁也不欠谁 别Jam 怕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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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莫先生 您不要这样啊 开门呢 你滚 滚 莫先生 少爷 你这是干什么 我永远不要见到你 他把你打成这样 蒋阿姨 你怎么来了 我们先送你来走 不 我不能走 我走了他会高发我舅舅的 放心吧 你可以走 你怎么知道 对不起 我没告诉你 我是少爷的母亲 什么 你是少爷的母亲 你也在骗我 滚小姐 你不要碰我 连你也是骗我的 真的对不起 你不要说 你们都在骗我 所有的人都在骗我 这次是真的 你可以安心地走 少爷 他不会再对付你 也不会对付你救救我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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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少爷母亲的身份 向你保证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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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